港福PS会员涨价之后的价格出来了 一党会员一年涨价之后425 涨价前308 二党会员涨价后705 涨价前515 三党会员涨价后820 涨价前是599 这次涨价涨幅可不算小 二党会员涨了将近37% 要命的是港元兑换人民币是0.92 快差不多了 索尼官方说涨价的原因 是为了继续提供高品质的游戏和服务 这个继续而不是增加或者变得更好 还是原样 就是增加价格 看来他们认为 以前的服务成本过高 价格偏低 2023年的9月6号开始涨价 距离各位看到这个视频不到4天 看到这个涨幅 你们想说什么 欢迎写到评论区 过多的牢骚我就不说了 说说具体怎么办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特别是刚入手PS5的新玩家 我建议这两天抓紧时间赶紧买一年二党会员 就是这个515的 先玩起来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要敢在9月5号那天再买 因为PS港服有时候无法支付 如果你决定要买 不要敢在最后一天 这两天就买了 万一出问题还能有个缓 对于手头紧的玩家 我建议买一个月 因为一个月和三个月的服务价格没有变 以二党会员为例 一个月的价格是75港币 这一个月抓紧时间玩 把二党库的好游戏都给他玩了 玩他个昏天黑地 君王从此不早朝 各位注意身体 近期不再买二党会员 等以后什么时候特别想买了 再来一个月过过瘾 第三种情况 对于预算有限的玩家 可以不买会员 买盘 因为PS会员里的游戏 一党二党都算在内 如果你不是会员 这游戏就不是你的 你就玩不了 即便你下载了游戏到本地 会员一到期 游戏立刻被锁 哪怕你离线了也会被锁 咱们买盘 比如老头华和战胜5的PS500 现在二手的价格 大概是320人民币 你玩它两个月 再把它卖掉 估计280块钱好卖 礼拜里损失50块钱 一个二党会员 705港币 和人民币650人民币 能玩13个游戏 最后到头来这13个游戏 还不是你的 和二党会员一样 但是你们玩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很多游戏是没有进入二党库的 如果你想玩是可以买的 比如只狼老头华 战神5 还有GT赛车这类的 很多游戏都没有入库 你要想玩可以买盘 这也是个优势 性价比比较高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索尼的PS会员 这次涨了这么多 你会怎么办呢 这次涨了